寻春秋 寻找历史的足迹 严重质疑 在戏游戏当中 能够被称之为主角的 除了唐僧师徒之外 其实还应该有那匹白龙马 唐僧其实一共有四个徒弟 但这四个徒弟 能够在取经路上发挥作用的 其实就只有孙悟空一个而已 其他几个人倒像是 专人为派来走过场的一样 那么当初如来佛祖和万英菩萨 为何会让猪八戒和沙僧 还有一匹白龙马 也加入到取经队伍当中呢 其实这个原因 大大超出了专家的想象 众和周知 五国古代有五行之说 道教当中的五行 只有集习才算得上是完整 这基于这个理论 再去看唐僧这四个徒弟 其实选派他们四人的原因 一瞬间一目了然了 很多人可能不知道 在西游戏原著当中 唐僧的几个徒弟 其实都各自有别称 他们的名字连在一起 就立刻揭露出 选择他们去取经的真实原因 在原著当中 孙悟空的外号叫做金公 猪八戒则是木母 而沙僧又被称作黄婆 而龙派子白龙马 则是五马的代表 属火象最为关键的沙行僧 他的原名叫做姜柳尔属水 如此一来 选派这五个人取经的意图 一瞬间就一目了然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关注 随便为我们收藏转发 我们会更加努力 提供优质的意图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